警方跟租車業者 將重機遷回派出所 涉嫌租車不還的男子 他的東西還留在車內 來不及取出來 你這東西要拿出來 我給你 你這東西要拿出來 你這東西要拿出來 男子一開始還否認租借重機 直到看到車內 詮釋他的私人物品 他才改口說 不是故意租車不還 而是手機沒電了 聯絡不到人 這個都斷掉了 所以就沒辦法講到 我也要等他送電器 我才能 充完電我才能給他 我打算是今天要拿出來 一旁的租車業者 氣得說不出話來 價值50萬的重機 差點就一去不返 我知 我知 不好意思 真的 不是不好意思 你兩天問我 我現在才知道 17號晚間 男子在西屯區租借重機 講好只租4個小時 結果業者一直等到深夜 都還不見人影 男子隔天還騎這台車 出現在南屯區一家重機店 業者根據男子之前留下的個資 19號中午 才在大理找到車子 由這一次所主任的合約 上面所留的資料 一看就知道 他這一次是故意 租車不歸還的 男子當時還跟其他重機業者 謊稱剛騎車從何歡山回來 由於他之前在事發店裡 租過五六次車 留的全是真實個資 這次留假個資 動機令人其疑 由於這輛機車市價47萬 業者還花3萬改裝 租金一天就要3000元 在台灣的銷售量比全日本還多 是相當熱門的車種 帶返鎖 請他回鎖來說明 製作侵占的筆錄移送 男子租車不還 已經涉及侵占 被警方喊送法辦 業者找回寶貝車子 總算鬆了一口氣 記者公益的黃總英台中報導